各位棒球迷 早安娃娃 我是阿兔凱 在上個星期的比賽中 黃子鵬先發對上兄弟 原以為已經要佛系看球了 但沒想到黃子鵬來個 7.2局0時分的完美表現 壓制住中信兄弟的攻勢 今天的影片呢 就讓我們來稍微看一下這件事吧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開始我們今天的影片吧 黃子鵬在2018年完成了中華職棒的初登板 當年的他還是一位中繼投手 攪出2.48的超神防禦率 其中對上中信兄弟的防禦率 是所有對戰組合當中最低的1.32 WHIP值也僅1.02而已 來到2019年後 上半季中信兄弟打黃子鵬 還是打得很不順手 所以常常子鵬是拿來對付中信兄弟的專武 更還有連續四場出賽 都是對上中信兄弟 同時連續拿下三個救援點 直到6月8號的比賽 黃子鵬上場終極2.1局 兄弟才拿下本季從他手裡丟掉的第一分 而這場比賽開始之後 看起來他也因為操勞讓防禦率上升 但都不對 真正讓他防禦率上升的 是中信兄弟已經找到了治他的辦法 原以為是派出大量的左打壓陣 來去找到黃子鵬的突破口 但事實並非如此 因為當時中信兄弟 不論是左打還是右打 都非常非常非常會打黃子鵬 像是林志勝 8打數裡面有4隻安打 包括易鴻 詹子仙7打數有3安打 王勝偉則是11打數有4隻安打 左打則是王維成 和張志豪的3乘75和4乘 在7月12 對上中信兄弟的比賽中 黃子鵬在領先2分的情況下上場中繼 結果他面對4個人次 只抓到了1位打者 左打打者連續串聯 把黃子鵬打成了敗頭 一好一壞 這個球出手打擊出去在中間方向 這又是落地形成了安打 這時候二臉上的跑者 讓過三臉子鵬回來得分 因為球是一路滾到缺擾牆下 所以原本在一臉上的跑者 這時候也要回來了 這場比賽結束之後 黃子鵬還有對上中信兄弟 投了8場比賽 但其中沒有10分的比賽 只有3場 而且只有2場比賽 投球局數超過1局 就可以看出黃子鵬已經無法再壓制 當時是第一名的中信兄弟了 而他對上兄弟的防禦率 也暴增到了5.57 總冠軍賽對上兄弟也不例外 黃子鵬繳出防禦率7.71的成績 還有場比賽上場投了兩個打席 結果被掃出兩隻安打 一個人次都解決不掉 也是自從這一年開始 黃子鵬開始技術性閃躲 對戰中信兄弟 不論是2020、2021還是2022 黃子鵬對上兄弟的次數都非常少 而且轉任先發後 就算不好閃對手 還是讓黃子鵬靠著調整輪支 閃過不少的比賽 當時大家都知道 兄弟的鄭凱文害怕原隊 而原隊的黃子鵬害怕兄弟 結果他們兩個 就在去年的總冠軍賽 來個正面對決 結果就是黃子鵬再度被兄弟打爆 投了4連1局 除了第三局沒有被對手得分以外 局局都有被對手得分的記錄 一共失掉6分的自責分 在台灣大賽中 吞下了生涯第一次先發的敗頭 防衛率則是可怕的12.46 主要黃子鵬被中信兄弟摸透的原因 就是在於他們的左打真的很多 甚至可以說是中華職棒最多左打球隊 如果把很會打的左打都排上來 絕對能夠排出一隻9個人次都是左打的打線 幾乎主力左打 對戰黃子鵬的打擊率都有在三成以上 再加上中信兄弟的右打 也都很會打黃子鵬 不過在上一場的比賽中 黃子鵬是怎麼壓制住中信兄弟的呢? 再前中信兄弟還有祭出秘密武器 訓練員周勝遜 模仿黃子鵬的頭球姿勢 來去協助兄弟的打者 習慣低肩側頭的感覺 那我們就先來看看 上個星期中信兄弟所排出的打線 可以看出右打之戰的三個 排出大量的左打者想要來去攻破他 但其實今年的黃子鵬 是完全不懼怕左打打者的 他今年對戰左打被打機率 還比對戰右打被打機率還要低 所以顯然這個左打部隊的戰術 是有一些瑕疵 這些左打也在7.2局當中 只敲出四隻的安打 並沒有太好的發揮 這場比賽黃子鵬的控球非常的好 能把球控制在邊邊角角的位置 所以讓他的球都有很好的效果 在第一局的時候 中信兄弟設定的球路都是直球 所有上來打的打者都是抓直球打 但都打成滾地球出局 因為子鵬的球都壓在好球帶低的位置 就只有詹子鵬能把球打飛到外野而已 第二局開始中信兄弟選擇抓滑球來打 但黃子鵬這場比賽的滑球 幾乎都沒有失頭 跟直球一樣都是壓在低的位置 但中信兄弟就是忍不住去追打這幾顆球 所以子鵬在這場比賽製造了大量的滾地球 可怕的是他被打飛的球都蠻強勁的 只是還有隊友的手臂來去幫忙守住 他放棄了製造三陣 而是選擇靠隊友的手臂來去幫忙 包含藍茵倫、馬傑森跟晨晨威 其中馬傑森就幫了他不少的忙 他的用球數非常的精簡 投滿了整整六局只用了52顆球 沒有觸發到他中後期 球威就會下降的一個debuff 這也讓他整場比賽都保持很好的投球感覺 如果分差再大一點的話 說不定這天還能看到兩邊都有玩頭玩風的紀錄 當然這也是因為對手很捧場啦 果然又來了 也確實製造了三陣 這個變速球投得很精彩 變速球雖然沒有在兩號球領先的情況 投得太開 反倒是投得比較靠近中間偏低的位置 低的位置 朱勝老師今天會減的話 對於達者來說確實都是不好攻擊 這場比賽他的直球跟滑球發揮的都很好 讓達者以為進來的是一顆直球 只有出棒後卻發現球往下掉的軌跡 就這樣硬生生碰到了地板上 所以我覺得子鵬能壓制住兄弟的關鍵 是在於他這場比賽的控球真的很完美 直球的位移也幫了他不少 展現了一名滾低球型投手該有的樣子 就算有失投被打飛還有隊友的幫忙 除此之外 兄弟完全沒有耗掉老虎的用球術 只要很相似很接近的球就出棒 讓他投起來壓力小了不少 不過老虎是不是克服的兄弟 這些都還是有待觀察 因為比較會打他的兩位打者都在二軍 就是許激鴻跟陳子豪 生涯陳子豪對戰打擊率高達4成 許激鴻則也是有3成1霸的成績 如果老虎克服兄弟的話 那他就能成為真正的本土王牌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啦 大家對於這支影片有什麼想法 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影片結束喔 大家有三個工作要做 隨著我IG訂閱跟留言 也可以到我生活頻道 都市傳說去看一下 我是阿杜凱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